陈伯威的罢免案最后是以同意票数超过门槛 73744票罢免成功 陈伯威在上午也进行了感恩扫街谢票 认为他这次遭到了恶意抹黑 输了选举但是赢得了口碑 强调会在勇敢向前走 发起罢免的这方也展开了谢票行程 发言人受访时强调 这是一场让人感到悲伤的胜利 无关蓝绿对抗 单纯是民众同心 来罢免这一名不适任的民进代表 立委陈伯威站上宣传车 进行勇敢前行扫街谢票 路边支持者举起双手比出大大的赞 就是希望能够给他打打气 我还是不能够接受 这种不实讯息反串抹黑的这种选举歪风 越描越真 然后三人成虎 强调这回打败战无关罢免机制 而是对方阵营的抹黑手段 即便遭到罢免但却还是赢得了口碑 让这长时间没人敢挑战的选区 未来有更多有志青年 可以勇于挑战在地势力 特定阵营会这样做 我只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不管派谁出来哪一个政党 只要需要我都会帮忙 中选会将在28号公告结果 当下就会解除职务 并且四年内不能再担任 这个选区的立委候选人 陈伯威究竟会留在中部蹲点扎根经营 还是回到家乡高雄打拼 各界持续关注 而另外发起罢免的团体也出动宣传车 感谢地方民众们都有出门投票 让投票率能够破五成 而且最后还获得这场胜利 其实我们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去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民间人士 所以当然就是回归民间 这就是我们最初初衷 在选情一度胶着的情况下 最后靠着一票一票累计 成功通过这高门槛的罢免 见证我国首次立委罢免成功 也是乡亲为台湾的民主史 写下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本质是罢免一个 不失认的立委 真的还是跟蓝绿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台中市第二选区三个月内 将进行补选 各政党都不排除将派人参选 罢免团队也期许 未来不论哪个政党人选当选 都希望能够不要辜负民众期待 这里是陈志杰 洪建民 台中报道